在游戏中不同的职业佣有助完全不同的战斗风格 如果勇者对当前的职业不是很满意 那魔就可以通过职业变更来选择令自身满意的职业 不过职业变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变更之前勇者最好了解相关的内容 职业变更须知当原职业变更为新职业之后 之前所学习的技能可能会因为新职业的技能上限或者特殊限制 而降低或取消已经学习的技能 这对于佣有高等级技能的勇者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 因为在学习或提升技能等级的过程中 勇者已经消耗了大量的金币 如果从头再来的话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毕竟金币在游戏中用处也是蛮大的 无论是提升宠物技能天赋还是制作装备都需要消耗金币 不过好在职业变更之后会保留原职业的技能等级 如果勇者改变心意想要重完原职业 办模或要再次进行职业变更即可 还有两点勇者也需要注意 其一是原职业所穿戴的装备 如果被新职业所限制 办模装备则无法穿戴 勇者需要重新制作新职业的装备 这样一来原有的战力就会瞬间下降 这点勇者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其二是如果原职业获得了首席称号 办模在变更职业之后该称号将会被删除 不过好在变更职业之后职业的进阶等级 不会发生变化会继续保留原职业的进阶等级 不用勇者重新去进阶职业 当决定好变更职业之后 勇者需要前往职业介绍 所找到NPC指导员比诺塔进行最终的变更操作 在进行变更之时需要消耗一末金币 不过建议勇者在变更职业之前 最好详细阅读一下每个职业的说明 以免变更之后瞬间后悔白白的浪费金币 除此之外有许多勇者可能找不到职业介绍所的位置 其实职业介绍所位于法兰城之内 坐标是109.121 如果勇者实在找不到该坐标 那摩可以点击的图选择法兰城 从人物明细中找到德米特夫 然后点击自动寻路 等到料德米特夫身边勇者 自然就知道料职业介绍所的位置料 关于职业变更的相关介绍 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料 祝各位勇者早日找到令自身满意的职业